因为他磨练了你的心智 因为他镇静了你的见识 因为他消除了你的夜长 因为他找到了你影子里 因为他交换了你的能力 因为他捉招了你的定位 因为他们是你的当 真正的幸福和快乐 所以要感激伤害你的人 感激欺骗你的人 感激变到你的人 感激欺欺你的人 感激伴到你的人 感激欺欺骗你的人 感激说又是你坚定成就的人 感激中国 Derage collabor Represent队天 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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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磨练了你的心致 因为他镇静了你的见识 因为他消除了你的业者 因为他教导了你的业者 桃园佛教联社 起见复活千佛三坛大戒会 脱钵型号所得善款捐赠 桃园市政府消防局救护车 一台即新会 复苏数一台捐赠典礼开始 捐赠单位请就位 首先我们恭请世界国教华生会会长 上进下心长老就位 即桃园国教联社方丈 上名下来法师就位 好我们请受证单位代表桃园市政府首席顾问黄世卓 黄顾问就位 币交救护车钥区 递交救护车钥匙 请捐赠 请捐赠 好我们请首席顾问回赠 感谢台 请回赠 请回赠 双方代表 双方代表请归位 首先我们恭请世界佛教华生会会长 上进下心长老致辞 桃园桃园市政府 王书席顾问 以及 小方记 胡记长 以及 市政府的国会长官 我们在传队会的 节目和尚 苏贼和尚 元宗长老 以及 节目和尚 文静 胡记长老 教授和尚文静长老 还有本市的 方丈 明改大法师 在座的国业新阎父上 国与国业新阎父上 在这个地方 很隆重的 进行 救护车 建制的仪式 今天能够 建制一部救护车 还有里面 很现代化的设备 亏设是 各位 神阎菩萨的心目 把你们功德无量 欧帝佛佛 因为 一职和尚 原来的大法师 向来 对 普教的 弘扬 不予利之外 还是很关心社会 所以这一次呢 你们大家 去拖拨的 有两百多万 还不够的 常驻提出来 大概 建那一部车子 还有里面的设备 要将近三百万 那么 建议 市政府 让市政府 能够 加入 救援的行业 这个也是 我们的 原来大法师 有点 慈悲心 也是里面大家的成就 那么今天 在这里 只是一个 很隆重的仪式 市政府方面 那么 由 皇 熟悉 顾问 来接受 建议 因为市政府的关系 我在这个地方 一方面 赞叹 原来大法师的发心 一方面呢 也是 赞叹你们 国外新帝菩萨 大家的功德 谢谢你们 奉利佛佛 感恩 长老 此的一开始 接下来我们 恭请 宣证单位 桃园 佛教联社方丈 上名下来 马师致辞 我们最尊敬的 这是借会的借和尚 也是我的上海 金空长廊 苏介和尚 原宗长廊 建议和尚 本学长廊 教授和尚 文件长廊 以及 梁浩原市政府 首席 黄首席 我们的 董局长 以及市政府的各位 长官 以及各位 新界菩萨 大家好 霍弥陀佛 这一次呢 非常感谢 我们进攻上 成就了 我们这一次 三难大集会 也是我们桃园市 第一次 来举办 传授 雾伯千国三难大集 也是呢 桃园佛教联社 六十周年 开山六十周年的一个纪念 也承访各位新界 在这段时间 也非常的发心 也非常的认真 所以我们把这一次 大家拨拨型化的功德款 全数 来捐赠 纠车 那 不足的呢 有点是常驻 来这个 不及 那这一次的職位 可以呢 我们感动了 非常多的 我们善信护法 他们呢 也对各位新界 也非常的赞叹 那我们呢 要感恩 有这么好的 一个社会环境 比如我们可以 休息的机会 我们一定要感恩 所以我们讲此功德嘛 来做一个社会慈善 我们一定要记住 我们今天可以 身披袈裟 可以用功半道 是有非常非常多的 善信姻缘 比如我们的力量 我们的取智社会 我们要回馈给社会 我们要来跟我们得戒和善 来学习 来关怀 我们 身团的教育 我们应该呢 也要 多用心 去关怀我们的社会 让社会呢 达到一个祥义 也能够呢 将我们 菩萨 慈悲的 这样的一个心胸 来普及到 各地 希望以后啊 各位新界 回到自己的常住 一定要记住 菩萨的发心 今天各位也都已经受了菩萨界 要发广大心 要发大愿 要广度一切众生 好不好 祝福各位 谢谢 祝你佛佛 感恩 好 通大门上的指挥开释 我们现在来宾介绍 今天理会的贵宾 中国佛教会理事长 上远夏中长老 中国佛教会 杜理事长 上欣夏茂长老 桃园市政府消防局局长 胡英达 胡局长 第一大队大队长 郑安平正大队长 桃园艺销分队长 潘树梅 潘分队长 来宾致辞 我们邀请桃园市政府首席顾问 黄世卓 黄顾问 大家掌声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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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一位大法师 以及所有在座的 我们所有在座的 我们所有的菩萨法师 我首先再介绍一下 我们这次师父 我们的 胡英达 胡局长 以及我们 收救大队 我们的队队长 以及我们的潘分队长 请坐 今天 毕人锦代表 桃园市政府也代表我们的市长 郑文燦先生 接受佛教联社 以及所有众法师辛苦脱波 而获得的善款 所捐赠的救护车 以及新费复苏机 郑市长以及市府团队 身表光彩 而且也深深感受到 我们佛祖 以及所有众菩萨们 大家的慈悲 洗手 为社会奉献的 这样子的一个心 佛说四十八大院 佛说 地狱不空 事不成佛 其实在座的所有的我们的 佛教界的前辈 所有的菩萨 长老们 以及法师们 在这个社会上的行善 其实正在发扬 佛祖 慈悲为怀 为人牺牲 以及希望 借着这样子的一个捐赠 救苦救难 也借着这个救苦救难 能够用救护车 把人的生命来挽回 其实就是留存的许多的人们的希望 以及让人在这个社会上 在这一世 在这个世界上 能够体会到佛法鞭 体会到我们菩萨 慈悲为怀的心情 同样的来改造这个社会 进化人心 更重要的 也在这个世界上 这一世的时候 能够借此来接触到佛法 而在未来 在未来的人世中 未来的生生不息的巡回中 结的善因 有了善谱 所以今天 这个社长 特别指派我们市府团队 来接受这个救护车 同时呢 这不只是接受一个硬体的 救护车的设备而已 更重要的是 接受了所有佛不上门 大家的爱心 以及 为了拯救世人与苦难 共同的一个慈悲心 这个慈悲心 不只是由各位来发扬 在未来 我们的市府团队 也一定接踵着 各位相同的心情 因为各位 在寒风中 在细雨中 在各式各样的 恶劣的环境中 沿街脱波 其实 代表着我们市府团队 在未来 也要有这样的发心 每一个同人 都要像各位一样 发心 不只是救苦救难 更要为人民服务 不论在任何艰苦的环境之中 都要以人民为第一 就像各位 就像各位佛不上 以众生为念 以众生作为 一生的志愿 所以今天 所以今天市府团队 非常的光荣 也在未来 一定会继续的 在卫民服务 在救苦救难 这件事情上面 继续的努力 刚才我们服务局长 也特别 要我表达 我们真的很需要救护车 因为平常 大概一天 会有救护车的出勤数 至少会有平均 会有200个车次 所以在有限的资源内 要救护这么多的人 是非常不容易的 大家也知道 昨天的天气 特别的寒冷 微风细雨 更造成了许多人民 在身体疾病上 健康上面 许多的危机 所以昨天 增加了幅度 增加了20%的 救护车的出勤量 也就是高达了 240几次车次 所以各位 佛菩萨们 我们在明海法师 以及所有我们的 佛教界的长老 的推动之下 真的是 及时雨啊 也来协助了 我们大桃源 未来在救护 救难上面的 能量跟资源 而且从许多的角度来看 这都是我们最需要的 所以在这边 特别代表 郑文灿市长 以及所有市府 以及全体 桃源市的市民 在此表达 最大的感谢 各位 功德无量 谢谢大家 请代表市长 谢谢 感谢各位 散念可以启发 人的善根 恶念 也可以启发 人的恶根 我们的一念 散念 都是进化 社会的动力 既有一点 我们请 各位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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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医生 和医生 优优 这些 教育 大学 教育 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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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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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